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位于伦敦一区的楼盘Postmark老邮局 因为从这里去伦敦政经LSE和国王学院KCL两个重量级的大学 都是不到10分钟的自行车 所以很多学生家长感兴趣 那视频中的是楼盘的三居室样板间 面积在100平米左右 因为英国的房屋面积不算公摊外墙厚度和阳台 所以100平米就可以做很宽敞的三居室 进门左手侧是客厅餐厅和开放式的厨房 户型方正采光充足 旁边就是宽敞的阳台 餐厅服归容纳下6个人 厨房深蓝色和白色的撞色设计简约大方 美观的同时白色的面板非常好打理 厨房封在电磁炉烤箱冰箱等家电期权 这是一间次卧 全屋落地窗的设计让房间非常的明亮 再看另一间卧室 三间卧室都是挨着的朝向也是一样 看小区内的花园 现在我们来看主卧 主卧面积非常大 同样是落地窗的设计 主卧附带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内有淋浴 衣柜内置灯带 设计非常的贴心 走出卧室旁边是一个客用的卫生间 卫生间带有浴缸和花洒 卫生间浅色的设计简单大方 又显得非常明亮 柜子的设计也很有趣 走出房子来看看小区的周边 这个项目位于伦敦非常核心的一区 是东伦敦和西伦敦的交界位置 虽然处于伦敦的繁华区域 但是这个小区周边的街道却很安静 周边有很多有趣的咖啡厅和酒吧 生活非常便利 我们可以看看周围的老建筑是比较多的 这里房子很多都是有历史故事的保护建筑 像今天看到的大型新建像故事非常非常少的 那除了开头说的LSDKCL两个大学 这里到老金融城走路也只需要10分钟 现在呢带大家来到伦敦出名的钻石街 街道两边呢都是珠宝首饰店铺 这里呢是Farren的火车站 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站 这里也可以乘坐新开的伊丽莎白线 总体来说这种位于伦敦繁华区域的新楼盘建筑是非常稀缺的 如果你对视频中的项目感兴趣 欢迎联系我们 北京房间在伦敦 咱们下回见